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英文文化一 英文文化一 主讲人邱博士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邱博士 英文文化一 一共包括二十个单元 我们现在就来看 现在完成式 与简单过去式 教学目标 学生将能够了解 如何使用现在完成式 跟简单过去式 好 Use the present perfect tense to talk about things that started in the past continue up to the present and might continue into the future 也就是说 使用现在完成式 来谈到过去开始 发生 继续到现在 并且可能继续 进入未来所发生的事情 首先我们看现在完成式 是 She has been here since 2009 自从2009年以来 她就已经在这里了 2009年是过去的时间 她在2009年 又就一直待在这里 一直到现在 那很可能 比如说现在是2012年了 那她可能就是 会在 2013年又继续在这里 第二句也是一样 They have lived in the town for 30 years 他们已经住在这个城镇里 有30年了 也就是说 从30年以前 就已经住在这里 那么现在一直 还住在这里 已经有30年 那可能继续 31年 32年一直 也有住下去 We have spoken once today We have spoken once today 今天我们已经说过一次话了 那可能会再 会再说 对不对 六次 第三次会再讲 He hasn't flown this month 就这个月到现在为止 他还没有 flown过 就是他这个 也许是一个pilot 就是飞机师 或说他是一个商人 都必须要到国外去谈生意 他这个月还没有 flown过 所以call her boyfriend today 他已经打电话给他的男朋友了吗 今天他已经打电话给他的男朋友了吗 这个已经打过了吗 这是一个问句 I have met her husband 我已经遇过 见过他的丈夫了 就从过去到现在他已经遇过了 那可能会再遇到也不一定 对 Watch out 都别注意一下 It is present perfect to talk about things that have happened in the time period that is not finished such as today This morning This month This year 也就是说 使用现在完成式来谈到 事情 那个事情是发生在一段期间 这段期间是还没完成的 我觉得这个时间还存在 还没完成 比如说今天 今天早上 这个月 今年 我们来看例子 He has called three times today 今天他已经打电话打三次了 我们看瓜虎这边的解说 Today isn't finished and it's possible that He will call again 今天还没有过去啦 对 finish完整 代表今天还没有过 而可能他会再打 好 好 这个是一样 She has visited the museum twice this year 今年他已经到访过这个博物馆有两次了 看瓜虎的解释 This year isn't finished and it is possible that she will visit again 今年还没有结束 因此可能他会再去参访这个博物馆 好 那我们先看 再来看这个简单过去式 She was in New York in 2009 简单过去式简单就是说 你这个动作是发生在过去的时间 跟现在不相关 跟未来也没有关系 所以他说 他在2009年 他是在纽约 那现在已经超过2009年了 他现在不在纽约了 这纯粹是指过去的事情 They lived in the town for three years 他们住在这个城市里头 有30年 30年之后 他们就搬走了 是过去的时间 现在已经不住在这个城镇了 We spoke twice yesterday 昨天我们说过两次话 昨天已经过去了 对不对 所以现在就跟昨天不相关了 那当然跟未来也没有关系了 He didn't fly this month 这个月他并没有回过 是讲这个 last month 上个月 对不起 He didn't fly last month 上个月他并没有回过 上个月时间就过去 对不对 So she called her boyfriend last week 上个礼拜他打电话给他的朋友吗 看了男朋友吗 有打过吗 这是上个月的 上个礼拜的事情 跟现在不相关 I met her husband two days ago 两天以前 我见过他的丈夫 两天以前 过去时间 跟现在不相关 Watch out 大家再注意一下 Use a simple past to talk about things that had happened in the time period that experienced such as yesterday last month last year 也就是说 我们使用简单过去式 是在谈论事情 这个事情是发生在 过去的一段时间 已经结束的一段的时间里头 比如说昨天 上个月 去年 我们看这个句子 he called three times yesterday 他昨天打电话打三次 瓜佛的解释 yesterday is finished 昨天过去了 对不对 所以现在不相干了 昨天的事情 这也是一样 she built Taipei last year 他去年到过台北玩 去了台北 他玩过 This year is Spanish 去年是过去了 今年他有没有去 当时没有讲 只是说去的 他是到台北 是去年去的 今年没有去不知道 好 好 那我们再来注意一下 suntime expression such as this morning this month or this year can refer to an unfinished or finished time period 也就是说 在当我们使用一些 表现时间的词语 时间的词语 比如说 今天早上 这个月 今年 都可以用来谈到 是一个 尚未结束的 时间 一段时间 或是 已经结束的 一段时间 好 首先我们来看 Is the present perfect If the time period is unfinished 好 比如说 假如 时间的 一段时间 期间还没有完成 还没有结束 那我们就是用现在完成式 看一句 It's eleven a.m. She has had three cups of coffee this morning 时间是早上十一点 也就是说我们讲话的时候 时间是十一点 早上十一点 她 今天早上 已经喝了三杯咖啡了 瓜佛的解释 The morning is unfinished 就今天早上还没有过去 就在讲话的当下 是属于今天早上 你十一点是早上嘛 时间还没有完成 早上还没有过 所以你就 想说 她今天早上 已经喝三杯咖啡了 就讲 早上还没有过之前 她已经喝三杯了 可能会继续喝 或怎么样 好 好 早上已经过去了 对 你在下午一点钟 讲这句话 当然 早上就过去了 所以 这个This morning 是讲 过去的 就变成说 下午再提到 早上的事情 今天早上 她已经喝了三杯咖啡了 你在一点钟 属于下午的时间 才谈到她说 她早 今天早上 她已经喝了三杯咖啡了 那我们现在就结束 第十九个单元 谢谢你的观赏 谢谢大家